我會突然間進去十分鐘買了一輛車 我在兩個小時內決定買一層樓 因為我的消費習慣是 我不會用在一些不增值的東西上 所以我永遠買是買一些 我覺得它一定不會輸的東西上 藝人惠斯瓦Michelle入行十幾年 曾經經歷過幾個月零收入的日子 熬過低潮氣後 扣演的贏盡口碑 近在2017年上車置業 以780萬買入一個348呎的單位 Michelle被人首期後 存款竟然見底 為何她還要堅持買樓 我堅持買單位是因為我計算錯數 大家不要以為我心紅 我一定可以 我自己不可以 我計漏了一堆 律師費 稅 對呀 那裏很大塊錢 原來我不懂計算 我還沒買過樓 那別人一定跟你說 可以的 這樣的 那買了你簽了你又是撤訂 撤訂就是你這麼多年來 入行後賺的錢全部沒有了 要不你就捱下去 我記得我付完第一層樓的首期 我戶口是零元 我記得我按開那個戶口的時候 零元 我立即拍了一張照片 你有點腳軟 但你也要撐著拍照 立即發給我經理人 即是告訴她 我沒錢了 你快點找東西給我做 Michelle當時為了不撤訂 同時間拍三部劇 亦都試過三天沒有睡覺 最終成功在限期前完成交易 買樓的過程這麼辛苦 Michelle又覺得值不值得 香港一個很重的概念 就是我要有自己一個戶 雖然我現在都是這樣想 你一定要 尤其是女生 但是同時間 這個過程你失去的東西 會不會更加多呢 就是有很感慨 所以你問我 我都不懂得回答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究竟哪一樣重要一點 你千萬不要問我 因為到現在我都很不知道 Michelle平時以黑妹見稱 整天吃茶餐廳 搭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她都有特別的消費習慣 我會突然之間 買 入去十分鐘買了一輛車 我在兩個小時之內 決定買一輛樓 因為我的消費習慣是 我不會用在一些 不增值的東西上面 所以我永遠買 是買一些 我覺得她一定不會輸的東西上面 我剛才買了一輛車 我一進去 十分鐘就說 這輛車我覺得很漂亮 我買 是要訂的 要兩年 差不多兩年才可以收到車 誰知我一收到車回來 大家都訂不到 因為要等 我收到車 那一刻人訂 要起碼等一年 所以我的車就被人炒 炒了上去 那些人就問我 喂小姐 現在如果你的車放 你可以賺到兩萬元 但你等了兩年 你一定不會捨得放 我說不是啊 放 然後就立刻放 我就賺到錢 連買被視為消耗品的車 都能夠賺錢 Michelle投資股票 也都未試過失手 第一次投資更加因為 聽錯朋友介紹的股票號碼 而意外賺錢 知道自己有投資運 他就加緊研究股票市場 得出自己一套的投資心法 聽別人說一百隻股票 我就會記下一兩隻 我覺得很有興趣的 那一兩隻 我就會上網搜尋 那間公司在做甚麼 或者那個基金是怎樣運作 基金裡面那幾隻股票是甚麼 我自己看 自己看它的業績 為甚麼升 為甚麼下跌 我看了它這麼多年來的圖 然後我只買一隻 我會自己計算它的中位數 然後低個中位我就入 我是這麼白癡的 那個中位我就不入 我寧願不賺 那我就 幸好 我最近才知道自己 可能這半年之內 因為我的股票 是賺了 50% 那也很幸運 那前陣子又很動盪的 那我也有賺 所以我也覺得 其實我是幸運 等一下 對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